来 我们请情感专家杨荣来告诉她一下 正确的爱情观应该是怎样的 我觉得首先是 其实女人是可以信任的 主要是你要找对人 可能说明你在 我觉得你不是说在你整个相处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 看不清 不是说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 啥意思 你看我们就不戴眼镜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她你就戴眼镜 看清楚她有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一直看你们节目 我觉得她这里头颜值最高的女生里头 确实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她 行 来 继续 来 金刚老师继续 你说 我觉得并不是说两个人在感情问题 一定是在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 也并不是说一定是要物质决定上层建筑 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于你的选择 这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一样的这个目标 你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吻合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女朋友 跟你一起做游戏主播呀 我想的是两个人一起奋斗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粉丝导向她呀 我这个人就是付出型的 所以啊 你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问题 是你第一个带片的节奏 如果你要像做夫妻店 你看淘宝有很多夫妻店 做了很多年 越做越好 但是他们有分工的明确的角色化 你即便让她进入你这个行业 你也不能用你把粉丝导给她的这种方式 让她快速地畸形地进行积累和掠夺 她今天可以被你的价格所吸引 明天就会被更高的价格所收买 来 我们来聊回你的做自媒体的这段工作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就是网红孵化短视频运营这一个板块 那你最擅长的是孵化网红还是短视频 擅长的是孵化网红 你的方式方法是什么 方式是给她进行一个直播间的一个定位和一个思路 直播思路 然后还有一个直播间的气氛的一个烘托的一个 说具体的技巧 技巧的话这个没办法去说 因为我是根据个人 也是感觉 对对 个人感觉 所以其实你主要不在于短视频的打造来涨粉 主要是直播 直播对对对 是吧 对 那我问一个关于你这个岗位的 因为直播间运营其实分成很多种 比如厂控 比如说像电商运营的话 可能上架下架 包括甚至是买流量 然后怎么去做 就很多的岗位 那你之前做过的 你的主要一二三是什么 你在直播间里面 就是你说的 我全我所有都在做 好 你想不想去接触 直播带货 那个不是靠感觉的 对 那是靠精准的数字化运营 对 以及主播在一个小时十转之内 产生的GMV的这个数字 以及跟官方的流量支持 而且在淘宝 在快手 在抖音做直播带货 风格是截然不同 你愿不愿意往这方面迈进 现在问的就是 可以 可以去尝试 你要求薪资多少 4500 然后 4500 管住 不管住的话 你就稍微再上调一点 多少吗 5000左右吧 杨凡是这样的 就是一点资讯 费点视频 我们现在正好是在 朝夕媒体的运营这个岗位 但是我通过刚才这个 各位博士跟你问话 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 你有相关数据的复盘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诧异的 因为你是做新媒体 新媒体是要一个结果的 那个没有 他不是专业的 他靠感觉的 而且姚维 我跟你这样说 你对他要求太高了 因为很多第一批的 像这样的这个 直播间运营的这些人 完全凭直觉 凭感觉 但是他应该有个数 让他完全把它科学化的 理论化的数据化的 是比较难的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还有十盏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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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